哈哈哈哈 离开这条三咖喽 老板 40多年 谁在电话 还没讲完啊 这些小事有什么好烦呢 今天是108个电话了 108个 不要影响我讲话 这些小事能阻碍我们发展吗 好 哈哈哈哈 离开这条三咖喽 40多年 我早已倾家大厂 然后东山再起 哈哈 今天呢 我一定要秉承我那个死鬼村长 给我那个仪子 回到这些山喽喽村 带领我们村里面 到那帮粉馋 发扎致富 哈哈 啊 哥们啊 等一下呢 我就带领你去看看 我们村几个粉馋 啊 然后呢 将他们带出这个小山村 去广东闯大 好 哈哈 哎呀 想想我那个死鬼村长 以前就给我一个水桶 借我20块钱 还有5个衣卦 我去广东闯大了 哈哈哈 哎呀 咱们这条村的村长 一直希望 我能够带领我们村里面的粉馋 发家致富 村长 好久不见了 你不是死了吗 怎么又活过来了 哎呀 什么村长啊 那是我 被我炸了30多年的大哥 哈哈 我想起来了 嘿嘿嘿 她呢 在三四年前就跟我说 她有一个同父异母的弟弟 原来就是你啊 对对对 永远 老闆 我理应要带你出去闯荡 你在村里面干嘛呢 那他要来继承我爸的鱼汤啊 他要来跟他咬鱼啊 这几张鱼汤能赚什么大钱 我们要格局打开眼光放眼未来 我带你去广东打螺丝 还要保证你每个月包食包住 而且还有两天价 天底的时候还有奖金 想想三十点钱 紫鬼村长借我二十块钱 我就山崖内山 二十块钱是吗 换钱 换钱 这么久了 滴水争 当涌船相报 就还给他四十块钱吧 还给他 老板 没有钱 没钱啊 公司站上还不是 耳朵 被冻结了 怎么啦 没什么 这是我秘书 我让我介绍了 叫荣荣 你好 身份我们山喀拉村的优秀青年 一定要专账自己的态度 那你来 加个微信吧 哎呀 等一下 我带你去广东那边 大把量内 好好好 加个微信 我跟你说 还听我讲完吗 在广东那边 我带你去个天上人间 那边美女遍地 美女如云 那个微信美女 哎呀 哪怕不是那个天上人间 去我们厂里面 大把的厂位 不要的 哎呀 歌曲放开 人有钱了 至少有美女 拥抱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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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先去 我看你没有歌曲了 赶紧 我有的 哎呀